台中市一名70岁的老先生 他将这个三块金块价值 大概400万的金块 是放在银行的保险箱里头 但是却不翼而飞了 让老先生指引银行内神通外鬼 这一块一块金光闪闪 长条形的黄金 每块重达一中斤 三块就要价400多万 但却有人放在银行保险箱里面 不翼而飞 他一下讲这样 一下讲说这时间是怎样 时间是十几要几要 还有再就是那个数量 数量以下说什么三片 以下四片 然后以下是几公斤 有点反复 银行认为是老先生 已经70多岁了 记性不好可能是记错了 这名老先生他有三块 每块重达一公斤的金块 以及16条 每条无两的金条 放在银行保险箱里 加起来总共500多万 但他最近前去查看 发现有三块金块全不见了 老先生指指是银行内神通外鬼 我可以说展丁节得讲 绝无可能 怎么是绝无可能呢 第一个 你等一下到我们那个金屋里 看来是整个严谨度 怎么没有外人入侵 如果有入侵 被破坏成是完整 完整 如初这样子 然后他要进入到我们 我们里面要去开金库的时候 一定 要怎样 要签章 由于现在老先生和银行各说各话 因此报警之后 要透过监视器过滤厘清 但根据银行的合约法条 如果有疏失最高赔偿也只有50万 老先生不见的金块就价值400万 就算银行认赔了 老先生损失的可能也不止这些 中文新闻陈广瑞台中报道